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二部新剧《同天开机》,谭剑刺,李兰迪vs龚俊,任敏,你看好哪部! 12月7日这天正值大雪节气烈焰之舞更迹《七夜雪凡人修仙传》 在暴雪十分明龙少年,脱鬼换鱼等不少代播剧都发布了相关物料, 有的发剧照,有的发预告视频或者花絮等等。 而同一天还有二部新剧《开机》,依然备受关注,分别是谭剑刺,李兰迪主演的《滤镜》 和龚俊,任敏主演的《我们与法庭的距离》。 《滤镜》是一部都市奇幻剧,融合了爱情和奇幻元素,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命运的故事。 谭剑刺饰演的是一个拥有特殊能力的男主角,他可以通过滤镜看到别人的真实想法和感情。 当然也因为这个能力遇到了很多麻烦和危险,还因此认识了李兰迪饰演的女主角。 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欢乐又虐心的故事。 这部剧的编剧是《童华》,也就是暑期爆款剧《长相思》的编剧。 谭剑刺之前演了《香柳》。 深受欢迎,如今在演《堂奇》,也是和《童华》二搭了。 谭剑刺这两年迎来事业巅峰,去年的《劣罪图鉴》,和今年的《长相思》《很想很想你》,都成了当季热播剧。 颜值很高,《长相遗骨遗襟》,演技也不错,还能唱《Ost》,所以深受欢迎,也圈了不少粉。 资本看到了他超强的市场号召力,片约分至太来,基本一直辗转在各大剧组。 目前手里还有不少存货。 像《爱情有烟火》被我弄丢两次的王金金四方馆,搭档权势王楚然,张静怡,周依然这样的九十五花。 而这部剧的女主也是大家熟悉的演员李兰迪,这些年播出了《你好!旧时光无心法师2》。 《徐你万家灯火星》《洛宁城堂》《一路朝阳》等热播剧,资源一直很好。 搭档任嘉伦主演的古偶剧《流水条条刚杀青》,就又和谭剑次拍摄滤镜了。 此外,这部剧的演员还有高汉宇、罗秋运、昌龙、任斌和孙瑞。 因为天气太冷了,大家的工作服都是粉色羽绒服,粉粉嫩嫩的,在这个冬日看起来充满朝气。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,从剧名就可以看出,这是一部法制剧,典型的现实题材作品。 这两年也出了不少这种类型的剧,像《底线公诉》等等。 这部剧的制作班底很不错,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全程指导。 在创作初期就深入各级法院进行采封,获得了大量的真实素材。 同时又集结了金牌主创团队,导演谢东深拍摄过《被遗忘的时光心理罪》与《你同在的夏天冬至》等多部知名作品。 编剧张其敏曾创作了《小满生活搭错车》《浴血重生》等经典作品,每一次创作都会查阅大量文献,深挖角色内心。 电视剧讲述青年法官沈谢智、携手律师秦瑞、宇淑靖、胡爱希、陈向辉等法律同侪深入基层工作,为人民群众解决亲子矛盾、婚姻困境等纷繁的社会、家庭问题。 在一桩桩案件中,秉持法律无情人有情的原则,践行初心使命,坚守法治信仰的故事。故事采取现实主义与民生题材的双线交叉,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对各类案件进行全面展现。 打造出一个贴近民生的法治基调的电视剧。 演员阵容总体看来还是比较年轻化的。 龚俊首次挑战法官的角色,扮演谢智、任敏扮演律师秦瑞。 黄禄扮演舒靖、周扬扮演胡爱希、王宇泽扮演陈向辉、还有鲍贝尔、邹元清、王公良、王宁、梁直等演员的加盟。 除了龚俊和任敏,其他演员观众基本都不熟。 开机仪式上,龚俊笑得好憨厚,任敏还是一头其间短发,大家的工作服是白色休闲外套,看起来很轻便。 二部新剧你更看好哪一部呢?